選取物件的部分就是這個跟這個 enter 選取物件 以後我們預覽看一下 按確定接收就可以了 特別注意這地方我再講一下 選取物件就選這個跟這個 這個跟這個 然後8列一欄 再來的話列偏移就是選 從這邊到第二個單點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可以做出像這樣的一個形狀 最上面這個是多出來的 所以把最上面的把它刪除 另外還要刪除什麼呢 刪除這一條線跟單點 這一條線跟單點 我們可以用 記得用這個實線的選取 把它選取起來 這樣子整個就可以把單點 通通選取起來 然後另外把這一條線 也順便把它怎麼樣呢 選取起來 這樣選有沒有 不要碰 就是 因為實線的話全部選才算 所以我們這樣子 全部把這個單點 通通把它怎麼樣 選取起來 然後包括那條線 按delete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把這個 再一次喔 單點 像這樣 不太好選 或者你個別選也可以 可以 像這樣 有沒有 這樣就選到了 選單 就可以通通選 再來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它 等於是 往上 這地方往上 我們只要做一個 做一階就可以 那其他18階可以用那個 正 舉行正列的方式 那往上多少呢 就是175 175除以18 那再來往右多少呢 218 不要小數點 所以5 除以多少呢 也是18 不是應該180 因為 靜位 把小數點自動靜位 好了以後的話呢 我們跳開之後的話 用舉行正列 那舉行正列 特別注意喔 把這兩個先選取起來 選取起來 Enter 選好之後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總共 我們因為是 以一列 一列 總共18欄 欄的話 是重 是重向的 所以有18欄 一切就是一欄 再來的話呢 列偏移呢 不用去管它 那 行偏移多少 記得要選這個 行偏移的部分 怎麼 它因為它偏移的角度 偏移的距離是從 這邊這個 端點到 這個 端點 拼移的 那 角度的部分呢 你會發現喔 行偏移如果你按確定喔 它會變成呢 哪一個方向 你會發現 這地方有個預覽嗎 是往橫向的 所以我們今天希望讓它 往怎麼樣呢 往這個方向 往斜 右上角方向的話呢 就要給它一個角度 那角度從哪裡呢 從這邊到這邊 角度就是 也是這個方向的角度 所以跟行偏移選的 這個角度是一樣的 好了之後的話呢 我們按一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自己就 這個樓梯喔 就自動就上去了 就會跟上面的那個圓 然後那個 然後這個半圓喔 自動接在一起 好了之後呢 那我們要再來就處理什麼了 處理 這個 這邊喔 下方這個地方有一個13 有沒有 135.8 角度的話呢 是 51.8 那我們這地方 當然可以先畫一條線 那畫線的話呢 我們當然找一個 端點來畫好了 其實都可以啊 從這邊 我看我這邊畫一條線好了 從這邊端點好了 從這邊端點好了 就有一個 好